野外大熊猫找对象还要唱情歌 虽然唱得跟破了嗓子似的不咋地 但却是公熊猫一定要会的技能 到了紧张的发行期 公熊猫为了争夺配偶大打出手 而获胜的一方就会获得给配偶唱情歌的机会 在完成交配后 公熊猫还会寸步不离守护母熊猫一段时间 它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不会有其他公熊猫插队 难道公熊猫就这么不放心自己的配偶吗 其实这不能怪伴侣不忠心 只能怪熊猫多夫多妻的婚配制度 雌雄大熊猫的目的各不相同 雌雄大熊猫只要基因优良的孩子 父亲是谁不重要 而雄像大熊猫要的是孩子得是我的 当母熊猫顺利还孕 八个月左右就会馋子 刚出生的熊猫幼崽非常小 像只小老鼠 而且还是只大嗓门的小老鼠 叫声像牙子一样 因为这个时期幼崽非常脆弱 大熊猫妈妈通常会把出生的巢穴 选在一个非常隐蔽的树洞 或者天然的炎洞里